来关注水产方面的消息 福建是鰻鱼的主产地 鰻鱼是我国规模化水产养殖品种当中 完全依赖捕捞天然苗种进行养殖的种类 眼下 鰻鱼苗的捕捞剂已经进入尾声 记者在福建福青了解到 今年鰻鱼苗捕捞量大幅下降 鰻鱼苗价格上涨 在福建省福青市的一家鰻苗养殖场 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给鰻鱼苗投喂饲料 是靠海里捕捞上来 我们那一年2020年的话 在军价差不多在7块钱 那今年的苗价嘛 军价估计在22、23块 而在福青市的另一家规模化养蚂场 繁忙的鰻鱼围网捕捞作业正在进行 几名分检工人熟练地根据重量筛选鰻鱼 前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大家因为那个苗活量很少 大家一直看产 然后鰻鱼它是吸收的一种状态 我们说一批半的鱼 价格在三万四万一顿也有能处 今年已经满苗了 后期是继续看涨 据了解 今年我国满苗捕获量 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满苗进口总量和去年相比 下降了20%左右 业内人士表示 满苗数量的减少 或将推动中端市场价格走高 这次继续看涨 都是缺乱的